那再来的话就是那个第十章的部分 稍微简单讲一下有关JavaScript的基本引发 那它的眼镜 第一个JavaScript是一种浏览器端的那个Script 也就是说执行端是在那个Client端 那多数浏览器呢 有内建那个JavaScript的直译 直译器 那这部分的话当然版本都不太一样 所以 还是会有那种相容性的问题 比如说某一部分的JavaScript 这个程式可以正常在IE里面RUN的话 那在其他的浏览器不见得可以执行 会有这样的问题发生 会有这样的问题发生 OK那再来的话 我们简单来看一下 比如说呢 我今天希望撰写一个 可以跳出一个类似像一个 一个Message视窗 那最简单的方式的话 我可以把那个JavaScript 写在哪个地方 特别注意 就写在这个第六行之后 那我的语法基本上 在你可以写一个Script 后面加一个Language 等于JavaScript 或者是呢 你Script后面Language这些部分 其实可以省略掉 如果在那个HTML5的 这个规范里面 是不需要有Language 这个后面的部分 那再来的话 就是要显示一个讯息的话 你可以用一个方法 叫Alert 你可以把后面的字串放进去 到时候会跳出一个视窗 那这个视窗讯息视窗 里面可以放你要放的文字 那最后把它结束掉 就可以显示出来 那这部分的话 比如说我们来看一下 这边简单的一个Sample 如果我把这一行呢 写在这个位置的话 Run 起来 各位可以看一下 这地方我把它写在这里 执行起来 OK 基本上 这样一个简单的Language 在那个所有浏览器应该都是扣 所以不会有问题 第二个的话 秀出来里面有一个简单的文字 在这个这个部分 那再来呢 我们再来看一下 那接下来的话 来看一下JavaScript的这个程式码的撰写习惯 里面包含 我想这些其实跟之前各位上课 那个Java应该大同小异 那主要有差异的部分 我们来看 如果其他一样的部分 我们就略讲 第一个的话 了解一下行别 变数跟运算值 那我想行别的话 Java有那个八个基本行别 我想这个部分大同小异 不过JavaScript有个好处 就是说 它甚至你没有宣告变数 它也可以过 也就是它这个变数是你使用的时候 你因为它是直译的嘛 它不是像那个Java是必须有个JVM 它有个Version Machine才可以Run 它是直接透过Browse帮你直译的 所以这部分是很大的差别 那里面的话 有关基本的行别里面包含就是数值跟字串还有Pooling 那跟Java里面有八个资料行别不一样 另外的话物件行别包含所谓的Array Function跟Object 这部分也是蛮大的差异 OK那再来的话呢 数值部分的话 我们可以给一个数 那大家记得就是说呢 它的最大值 记得不要在这个正负 2的1024次方 不过这数字已经相当的大了 那这边提供了几个测数的数值 这几个 大家了解一下 再来的话 次串部分的话 Java 这别注意 它可以用双引号 也可以用单引号 这很大的不一样 也就是说你如果用单引号 你就用单引号 不要前面一个单引号 后面一个双引号 那就不行了 不能混用 OK那Pooling的话呢 是True或False 这部分我想跟Java是一样的 那变数的部分的话呢 这边有一个辨识的方式 那这里的话 我想命名规则 基本上跟Java也是大同小异 那也就是第一个字元呢 可以是英文字母或底线 其他字元呢 可以是英文字母 阿拉伯数字 这个unicode的字元 或者是底线等等的 那unicode的字元表现 表示方式格式就是斜线U 后面的话呢 就是你那个内码的那个位置 那必须用16进位表示 它不可以使用什么呢 Java关键字 内建的函数 内建的物件等等 我想这部分 应该也跟Java大同小异 那宣告的方式的话呢 它的那个变数的 资料行别的名称 我们都用VAR VAR当关键字来宣告变数 所以这边的话呢 比如说上面跟下面 其实结果是一样的 也就是你先宣告之后 再给它预设词 比如说这个 MyName的话 等于小丸子 上面下面其实都OK 两种方式 不过一般 比较常用 应该是下面的宣告方式 那在运算值 我想也大同小异 这些大致上都差不多 那运算值 算数的运算值 基本上也是差不多 加减乘除 加一个MOD 可以求余数 那地增地减 加加减减 我想这个部分 也是跟Java一样 我想这个部分 就不要对数 那逻辑预算值 有ENDEND 偶尔 或者是NOT 大同小 这个也是基本上是一样的 那比较的话 这个也是一样 等于 等于等于 不等于 OK 那大于小于 大概基本上 比较运算值 也是差不多 那这个部分的话 位元运算值 也是跟Java 没有不同 没不同 那再来是指派运算值 指派给一个值 像这个部分 也是一样 那这里的话 有关条件运算值 各位对这个熟不熟悉 基本上 如果说你要IF ELSE 假如说你要把一段程式简化 你可以 就是在前面 给它一个运算值 一个条件 也就是不需要IF ELSE 直接一个条件 然后呢 后面一个问号 如果是TRUE的话 执行第一个运算 是 冒号之后 如果FALSE的话 就执行运算是2 也就是说这个地方 我们可以写成这样 条件运算值 如果说这个地方FALSE 然后呢 后面问号 如果说FALSE的话 它会执行后面的结果 如果是TRUE的话 那就执行前面的结果 那再来的话 行别运算值 这里的话有个TIPE OF 可以传回资料的行别 那我们可以透过 这个TIPE OF 去得 这个里面的资料行别 这个叫 资料行别 那运算值的优先顺序 各位稍微了解一下 这个部分的话 基本上 跟这个Java的这个概念也是一样 OK 那我们来看一下几个Sample 首先的话呢 这边 第一个 刚刚有秀给各位看一下 看的第一个就是 我们把这个 script的部分呢 写在这个 写在这个 title的下方 那里面的话 跳出一个对话视窗 另外呢 如果说我今天把这个script 写的位置呢 是写在那个body里面的话 那各位可以发现 它执行之后的结果 会跟我们写的位置 也还是有个差别 也就是说 如果你写在title的话 它会先执行 之后再秀这一个 这个这个标的 那如果你是写在body的话 它会 这个地方 会同时执行 会同时执行 所以这个部分的话 等一下各位也练习一下 在这个地方 再新建一个资料夹 是CH10 第10章的部分 那再来的话呢 把这个alarm部分 把它写出来 让它秀出一些讯息出来 那接下来的话呢 这边还可以用事件 按click 去触发 比如说点击 某一个button 或者某一个地方 它会跳出一个讯息出来 那再来的话 这个 另外还有就是说 我们可以把怎么样 比如说我的这个程式部分呢 可以写在什么呢 写在一个js的档案里面 这个js里面的档案 是一个alarm 里面的话呢 就是把讯息秀出来 那 不过呢 我是把它存在什么呢 存在一个比如说 first javascript.js 那如果说我今天呢 要去存取这个js的档案的话 我可以透过什么呢 透过这个script 这边有个src 一个source 然后等于这个路径 那这样的方式的话呢 就是我可以把相关 已经写好的一些方式呢 写到这里 就是在这里面读取 那这样的话呢 就可以共用 比如说我共用一些 marge 一共用一些方圈的话 那我可以把它写在这里 其实基本上 各位应该知道 那个jquery jquery的那个写法 其实就是 类似这样子 他就把jquery 已经帮你打包好了 那你只要 把jquery 用这样的方式 把它引用进来之后 你就可以去执行 相关的方圈 那这里的话 我想各位试试看 这个部分的话呢 大概练习一下 Fin Всем看 hello hello 哈佬 记有 hello 黑 hell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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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把画面先画给周围